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毅直接让陈福先送金夏去林玲家 今天林玲休息在家 金夏想要立刻见到小姨 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待金夏上楼后 陆毅在林玲家楼下又待了好久 最近几日太累了 陆毅靠在后座上 不知不觉之中便睡着了 蓝青玄的一条微信将陆毅吵醒了 她望了望窗外 对陈福道 原组长出来了吗 没有 陈福如实地回复道 送我回陆家别墅吧 陆毅略有些失望地道 而蓝青玄微信上那一句道 怎么样 兄弟 听说你把女朋友带去阿德家了 看着蓝青玄上发出的瑟瑟的表情 陆毅懒得搭理她 林玲要离开杭州 金夏来到了小姨家 小姨看见金夏后 开心得不得了 抱着金夏叫着道 姐姐 金夏将自己给小姨买的小公主娃娃送给了她 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玩玩具 支开了小姨 金夏便忍不住问道 咦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你到底遇见什么事情了 相比较于金夏的紧张 林玲淡定多了 她只是淡定的道 金夏 我可能要离开杭州了 金夏道 姨 你要去哪里 林玲道 我们医院要派遣部分医护人员去S市的分院 我已经申请了 金夏道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要离开 是因为那个男人吗 他是小姨的爸爸对吗 林玲道 没有为什么 只是工作需要而已 金夏道 姨 你到底遇见了什么问题 告诉我 让我帮你好不好 你是我的亲人 我舍不得你 林玲握了握金夏的手 道 傻孩子 生活往往不能适事 如自己所愿 我们是亲人 无论我们在不在一起 我们都是亲人 你有袁大姐照顾 有杨大哥照顾 我很放心 金夏道 可是 我不放心 你 你带着小姨孤身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担心 林玲道 你不用担心 我之前独自一人带着小姨 在国外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 我是为了你外婆回来的 现在你外婆已经不在了 我也不想继续留在这个城市了 金夏道 姨 是不是那个男人威胁你了 他到底是谁 你告诉我 林玲道 金夏 答应我 别去调查这件事情 他为人处事很绝 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 让你受到牵连 那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况且 班里这座城市 对我而言 真的没有什么的 徐阿姨会继续跟着我 继续帮助我照顾小姨 而我的工作也不会受到影响 我的备用资金 也够我们重新置办新家 杭州的房子 我也不会卖掉 到时候 你帮我把它租出去 又是一笔收入 玲玲继续道 S市的消费水平 要比杭州低 对我而言 生活起来会更加的容易 换一个生活节奏慢的城市 我的工作或许还能清闲些 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小姨 不好吗 惊吓道 咦 非要如此吗 玲玲道 我已经决定了 惊吓太清楚 自家小姨的性格了 她决定的事情 谁都改变不了 她记得 小姨当初选择出国时 亦是如此 任谁规劝都无果 她始终都不知道 小姨是怎样得到 那么多资金的 外婆家只是一般家庭 小姨当年出国的时候 还只是一名刚毕业的学生 她是怎么做到既能养小姨又能工作的呢 今夏一直都想不明白 小姨却一直不肯讲 今夏见劝说小姨无果 便只能放弃 想着或许不久的一天 小姨可能便会离开杭州 今夏便觉得十分的不舍 这一天她住在了小姨家 陪着小姨 两个人完了 很晚才入睡 今夏无精打采 次日 今夏直接从小姨家坐着地铁来上班 她一直都心事重重 小姨打算离开的消息 让今夏的心情变得低落起来 她是一个很顾念亲情的人 小姨是这个世界上 自己唯一的血脉至亲了 她真的好舍不得小姨 出差离开了将近一个星期之久 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上的今夏 略有些忙 填写好自己的报销发票后 交给了曹灵儿去处理报销事宜 设计部又接到了一个棘手的项目 正巧今夏回来 杨成万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今夏 顾客要求陆氏集团的高压段路器产品 要和某某集团的综合保护器产品之间 互相配合 两个产品需要有一个产品进行 内部改动 以此能够实现二者之间完美的配合 顾客支付了陆氏集团整改费用 要求在综合保护器产品不整改的情况下 整改公司的高压段路器 让二者能够配合使用 今夏带着杨岳亲自来到现场 按照设计图纸接线做实验 寻找二者之间配合中需要整改的数据 整整六个小时的实验 让今夏掌握了所有的数据资料 随后他又回到办公室开始整改高压段路器的内部图纸 设计出符合顾客要求的产品 忙碌的工作让今夏暂时忘记了烦恼 不知不觉之中下班的铃声打响 因为图纸还需要核对一遍 故而今夏只能留下来加班了 路易主动请今夏吃饭 路易重回工作岗位 亦有很多的琐事要处理 不过让他高兴的是 这个月的净利润要比上个月高出五个百分点 他仔细地查看了销售额和销售产品所占比 发现新研发的产品带来了预期的效果 仔兰叶这个月的工作业绩报告 也通过邮箱的方式发了过来 路易对这个女人实在是钦佩 他居然在一个月内 便搞定了东北地区的一个大顾客 为公司带来了收益 看来将他挖到公司 确实是一件正确的选择 路易分析了陆氏集团的同行业竞争者 其中最大的竞争者依旧是岩氏集团 相比较于恶性竞争 路易更看好的是合作共赢 若是能够和严氏集团取得合作 那么对陆氏集团而言 将有利无弊 然而路易知道严氏藩这个人向来自负 不愿与他人合作 路易知道严氏藩自负 自然是有自负的本事 他能够利用短短数年 便将严氏集团做成上市集团 并且公司的股份65%都掌握在严氏藩的手中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狠人 看了一上午的报表 审批了各种各样的文件 处理了一些琐碎的事情 路易突然间感觉到有些饿了 他看了一下子手表 已经晚上8点多了 他拿起自己的西服外套 便往外走去 带他走到设计部门口时 习惯性地扫了一眼 却发现原来他还在加班 那一刻 路易变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 仿佛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 维修部门口时 散播放